先關掉冷氣 這次很糟糕了 在哪裡呢 我又找到了 是阿雪的主力 接下來我又會改變歷史 向我跪下 阿雪 你又來 不要再打開船 這遊戲已經推出了兩年多 想不到他們又再一次成為遊戲界的話題 其實看回我們頻道頻道 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都幫No Man's Guy做過一次的影片 其實現在看回都不是平得媽媽的 大家有興趣就去看看吧 簡單來說 No Man's Guy就是由一個遊戲界的伏遊戲大笑話 現在慢慢變成一個真實的例子故事 上次大型更新都差不多一年了 他幾天前幫遊戲做一個大型更新 今次更新就叫做No Man's Guy 相信大家最在意的不外乎也是一件事 所以這次的更新是否成功呢 這遊戲是否真的能夠回到呢 答案就是 答案是 的確這次更新的更新都算是大成功 而遊戲也變得生色不少 因為無人心胸 終於都變成有人心胸了 如果我們看回一年前的No Man's Guy 10分最高我們會給他4分 如果是這次的next 可以都6.5分左右 老老實實 雖然這次的遊戲性仍然不夠 但都算是差不多還原了當初宣傳的承諾 首先第一件事最搶眼和明顯的兩項改動 就是遊戲中有一個第三身的視覺 以及一個多人遊戲的模式 跟著第三身視覺的就是人物模組的加入 喂終於都有了 不再是以前一顆光球 而是一個結結實實 而且動作都做得很乾淨的角色 玩家做的角色的自定選擇都很足夠 這次有第三身視覺的加入 意義和影響力比我想像之中大 首先用新視覺去打遊戲 感覺和體驗都很有新鮮感 視覺闊了 星球都比以前好看 眼睛也比較舒服 有了那個人物的模特兒 令到探索、採集 都令人覺得跟整個遊戲有更好的互動 最容易察覺到就是 飛行和跑步時的重量感終於都出來了 特別是用手掣玩就會感覺到 如果從意義上來說 這遊戲也開始像這遊戲 因為終於有些東西可以象徵整個遊戲 以前那種印象模糊的半原成品的視感 也終於開始有些看頭 有了人物的模特兒 當然要試試Multiplayer 畢竟大家都等了很久 玩家可以跟另外三個朋友一起打遊戲 實際操作就是 那些朋友可以用自己的save進度 加入host的世界 也就是說大家可以繼承自己擁有的飛船 去參加這個Multiplayer 這裡唯有大家注意一下 因為這次更新的改動都很多 所以大家要開一個新的save file 才可以玩連機 玩具話也就是說 舊的玩家要放棄以前的進度 就像Minecraft一樣 每次更新都要換一個新的地圖 如果你不用MCedit的話 但始終一群朋友一起玩 體驗是相差很遠的 以前是那種 喂世界這麼大 我自己孤零零一個 現在是那種四個白癡仔的宇宙旅行團 開始向著一個比較像樣的 多人沙箱生存的方向發展 不過大家會開始想 其實不是就是說 由以前一個人不知道可以做些什麼 變成現在四個人一起不知道可以做些什麼 這樣的話我們就要考究一下這遊戲的中文譯名 無人心胸是由無人和心胸組成 現在是有人了 但依然都是心胸 遊戲性的單薄問題還是很濕 製作組當然知道情況危態 遊戲性三隻子都睡在病場上兩年 他們也做了一些改動 首先他們簡化了素材的種類和用途 令玩家就不用像以前一樣 要熟悉整個元素周期表 很頻密地採集一些衛生用的能源 搜集科技的途徑也簡化了 變成像現在的汽水機的形式 讓玩家自己獲得一些飛船和工具的科技 這些都是一些好的改動 因為以前要搞些材料真的很不友善 效率又很低 令整個遊戲大部分的時間 都去找些資源去調名 今次更新總算是令玩家用更少的時間去做收集 用更多的時間去做旅行探險 不過仍然那個背包容量不足的問題 還是很煩的 經常都不夠位置去收集 我希望他們可能試一下去收集一下 除此之外 他們也強化了他們的建築系統 這項改動是令到他們的遊戲性擴充了不少 首先玩家可以像minecraft一樣 在星球上任意砌東西 是以前不行的 第二 以前只有一些預設的基地組件和連接管 可能是被人整個組合屋 都很悶 現在多了一系列的建築材料 就是一些基本的建築類 簡單來說就是minecraft裡面的 方磚、半磚、梯磚 可以讓我們自己發揮創意 試做不同的外形建築 我試過效果也不錯的 的確有minecraft、art的感覺 但同時也有自己的風格不流於純粹抄襲的水平 始終你可以找不同的星球做背景 又可以幫自己的飛船製造格納庫 畫風上又是另一種味道 唯獨是建築模式的操作還是不夠成熟 如果可以像上帝模式那樣浮著空去做建築 這樣會比較貼心 跟朋友一起在星球搞建設是一種玩法 生存模式跟朋友一起去旅行 建築木屋玩、求生都是另一種玩法 或者畫質更新了 亦可能因為multiplayer真的比較有趣 所以去一些很奇怪的星球 找一些奇怪怪都比以前有些味道 整體來說 今次的更新主要是集中在星球上的體驗 在外灘玩其實仍然很滿 任務和主線都是以前的三篤皮 是貨船團有一個可以看的改動 就是可以組成一個有30個貨船的船團 的確就這樣看是挺壯觀的 但真的沒有實際用途 而且還有很多Bug 老實說 人少少也不怕坦白說 我真的不知道其實阿雪本人就是一個Bug 令他出現的地方也會有Bug 還是這個遊戲真的很Bug 我們做評測的時候 在貨船上真的有一些很輕的Bug 例如有些情況 其中一些玩家就會看不到對方的船團 變成像西西里在外太空敷換著西布頓 Cecily Ceiboku 我在這裡阿 另外就是有時候走去藍橋的時候 會有一些Limbo領域 踢了角色去二次元 還有就是一起降落在同一個地點 然後合體變成GP03D 又一次破壞了我們的影子 有一次試過更頂癮 不知道誰就在自己的貨船 跟老人的NPC去買船 誰知道NPC的船 講講一下自己飛走了為太空 真的不是我說的 我覺得Bug的可能真的是阿雪 不過不得不提 玩家在貨船一起走去格拉夫 然後坐上自己的座架 是有些感覺 如果配上一個很大規模的敵集 說不定會變成Star Wars 而且這次的next更新 的確讓人看到他有很多發展潛力 有以前玩freelancer的感覺 玩一兩天都不錯 挺有趣 但很快又會從變數之中找到他的套路 不過明顯是感覺到整個遊戲 去著一個好的方向進步 甚至都開始感覺到無人心胸的獨特之柱 他們再努力是有機會打出自己的市場 我相信玩家們和社群 也很期待他們可以快點加入多些搞笑的內容 和有些有趣的玩法 例如在外太空會不會有多些世界性的隨機事件發生 飛船可不可以掩飾 多些個人化之類 或者他們學一下Minecraft的survival mode是怎樣成功 那不用多說了 我想Hello Games他們都知道應該要怎樣做 希望他們打鐵趁熱 把握時機把遊戲完成度提高 否則在Star Citizen推出的時候 就真的沒有氣槍 那麼No Man's Guide Next的短評就先到這裡 換句話題 近年indie game的發展都很澎湃 indie game的定義也開始模糊化 主要是Sony、Microsoft、EA這些大公司 都開始向著支援小型遊戲工作室 去幫他們開發這個遊戲 一直以來的定義是 要完全100%自己搞的遊戲 才可以叫indie game 但No Man's Guide又應該怎樣分類呢? 當初他推出的時候 當然是Sony出資幫他們做遊戲 但兩年後的今天 No Man's Guide主要是靠自己營運遊戲 和做一些更新的 我相信如果我們今天把他當作indie game 也沒有人反對 其實我們Channel今年也評價過幾款indie game 當中有成功的例子 亦有失敗的例子 在評價他們的過程中 也稍微看到他們成功的原因 以及一些正面對的困難 我覺得這些是值得大家去想一想的 你還記不記得 前段我們很狠地插過一隻Earth 4 評價的過程其實我也發現他們有些難處 而這遊戲推出的檔期 是作為淡季的7月 製作方當然想把遊戲做好才推出 但其實他們沒有選擇權 如果讓他們做多三個月會怎樣呢? 或者出來的作品會變得更完整 但到時不會有人買 如果看回10月遊戲界 其實會有一場腥風血雨 Battlefield 5 Call of Duty Black Ops 4 Red Dead 2 Assassin Creed Odyssey 到時還會不會有人買這隻普通的indie game呢? 接受了一些大廠或平台方支援的小型遊戲 很多時候都會淪為一種甜失淡貴的商業披生品 反正出事後 玩家只會插責任最大的studio 就像當初的No Man's Sky 但有份賺利潤的平台方或大廠 其實是可以置身時外的 的確商業合作就是一回事 現實 但沒辦法 細廠或indie game的studio 如果不找大廠支援他 那他會怎樣購買他的遊戲呢? 這個問題的確挺耐人尋味 如果大家有什麼看法 可能在留言上再回覆吧 有人失敗當然有人成功 令我突然間對indie產生的興趣 其實是源於今年的BATTER遊戲頒獎典禮 indie通常都會為遊戲界 帶來一些意想不到的衝擊 或者引出一些很暫身的遊戲思維 去不斷啟發著我們時下的前線的遊戲製作人 和一些熱愛遊戲的玩家 看看優秀的indie game 近年真的不少 AAA title的獨立大作Hellblade 民間神作Undertale 擁有獨特的敘事手法的艾迪芬奇 很精緻的Masterpiece手工藝品Cuphead 還有Ori Holo Knight 和畫中世界之類是不可以進錄的 即使這些作品他們沒有很高級的引擎和畫質 但他們有著很濃厚的個人色彩和藝術觀 從音樂到美術風格都看得出很具體的美學 而真正令這些indie game受到廣大的好評和賞識的是 他們在遊戲中貫注那種誠意和那種以玩家為本的心態 同樣地 No Man's Sky其實也沒有帶出什麼暫身的遊戲思維 從遊戲製作上也沒有為遊戲界帶來什麼衝擊 但從他們失敗到這次鹹魚翻身的事跡 怎樣他拿回玩家的支持 這個對遊戲界的一個教訓 都可以說是他們自己一套的誠意 同時對遊戲界和一些前線的遊戲製作商做了一個證明 證明什麼呢? 證明遊戲不應該只是被人當成用來擦手煲的商業產品 如果真的失敗了 嘗試去補救才是玩家想看到的東西 然後說到最後 最好的宣傳就是來自社群門的玩家的一致評價 與其拿錢去做公關的材料 不如拿來直接用在搞好遊戲的本體吧 不過坦白說 無論No Man's Sky日後怎樣更新 其實大部分人依然都不會去試 現階段我也是不推薦的 如果想玩同類遊戲可以說Elite Dangerous 那大家其實純粹是想看看他們是否真的能夠救回自己的遊戲 由以前可能看笑話一側的心態 可能變成現在當一個很有趣的遊戲新聞來看 都沒什麼好說的 那我們就唯有看下去 就看看他們是否真的可以化腐朽為塵皮 好 我們都看見他 今天我們就來的 今天我們要去其他人 覺得故意一堆 到最後一位 為什麽 你又來! 別再打你的船 不要再打我的船 換我 《個卓》 啊